Apple Pay最快年底在台灣上路 現在國內的行動支付業者 積極用優惠搶客 我們來到了饒河夜市 實際用手機來買買看 逛夜市還掏鈔票 過時啦 看看現在不只是大陸支付寶 才有在用 國內行動支付App也來分杯跟 綁定信用卡 收集一刷QR Code 打進結帳金額確認 輕輕鬆鬆就完成了結帳手續 您的薯條呢 這一包薯條用現金買要100塊錢 但我剛剛使用了行動支付 立刻折抵了40塊錢 最後我只用了60塊就買到了 滿百折40 不只賣薯條的 算算超過50家店都有合作 瞧一瞧這一包大薯加兩碗藥燉排骨 用行動支付優惠價 直接現省80塊 有 有想過 因為比較方便 對 直接就可以行動現金支付 有時候零錢不夠或什麼的話 就很方便 未來的區執 而且我覺得滿方便的 大家除了買不用帶那麼多錢 才不會才有些客人都會忘記錢包丟掉了 這一家逛夜市有打折 另一家也不遑多讓 這您的巧克力 到超商用App結帳 消費滿百打9折 連繳停車費也打7 9折 好康加碼持續中 說穿了就是要搶在Apple Pay來台前 鞏固市站版圖 有的鎖定超商通路 有的合作銀行最多 甚至結合悠遊卡滿額折扣 或電影票打6折 通通有 為了要讓民眾可以更提升 他們的行動支付的使用率 所以我們每個月 我們都有辦活動 使用的補給率 明顯的有上升的情況 畢竟光2015年 台灣行動支付的市場規模 估計就有近900億 就怕搶敵入侵搶食大餅 本土業者豁出去 消費者趁機樂的 減好康 記者黃劍 陳文杰台北報導 詞公司 陳文杰台北報導 當然 我們